老大会不会就这么复活了 可能性很低 毕竟老大已经死亡 你们看 老大胸前的伤口 并没有任何痊愈的迹象 陌生黄的力量太可怕了 连伤口都无法愈合 更别说是复活了 看来我们还必须要去 永恒之塔第七层 不知道第七层是什么 彩儿已经通过了六层考验 可是为什么却没有通往第七层的通道 现在只能等了 等着六彩光芒结束之后 获取通道就自然会出现 希望能快一点 老大只能坚持七天 而复活他应该还需要时间 我们到现在为止 已经用去了两天时间 就只剩下五天了 还好吧 还有五天的时间 他们总不会在这里 吸收着恢复光芒持续那么久吧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六个时辰 七个时辰 八个时辰 九个时辰 十二个时辰 当这六彩光芒 已经整整地持续了 十二个时辰的时候 光之陈西灵魔团的众人 才开始有些急了 继续这样下去 这六彩光芒还要多久啊 不过也正因如此 他们对彩儿都不禁佩服了 他们的身体全部恢复后 便不再有六彩光芒融入 已经死亡的龙好臣 就更不用说了 彩儿在完成那一战的时候 肯定还活着 可已经在这六彩光芒中沐浴了 整整十二个时辰呢 他依然是没有完全的恢复 可见施展死神七觉的反噬 有多么的恐怖 就在众人心中 越来越担忧之际 空中的六彩光芒 突然变得淡化起来 直到唏嘘消散 彩儿也随着六彩光芒的消失 睁开了双眸 彩儿 众人兴奋地跑向他 司马仙抱着龙好臣的尸体 跑在最前面 三步两步就来到彩儿身边 陈英尔则是抓着彩儿的一条手臂 仔细地盯着他的面旁 怎么样彩儿 你那死神积决的反噬 没想到 我的反噬居然消失了 好像是被这永恒之塔内的能力 抵消了似的 太好了 陈英尔顿时惊喜地大叫 他们都知道 死神七绝施展到第六绝 彩儿所承受的反噬 很可能要持续数年之久 甚至 有可能在一些方面 永远地恢复不过来 正在众人全部沉浸在兴奋中时 突然 彩儿胸口处的光芒再亮 这一次 不再是六彩光芒 而是灿烂的金色 从彩儿胸口前的一斤处 骷髅形态的永恒旋律 一下子就钻了出来 挂坠上连接的响链也化成一抹金光 消失不见 只见那金色骷髅头 徐徐上升 悬浮在彩儿的头顶上方 他那小小的眼眶 突然是亮了起来 两处细小 格外明亮的金色火焰也正在跳动着 突然 两道金光从眼眶内点射而出 就像是两根金针一本 刺向了永恒之塔第六层的尽头 金光锁过之处 原本有着一些朦胧的第六层 完全被照亮 在这第六层尽头 依然是一尊伊莱克斯的雕像 这尊雕像 通体呈显为金色 也只有心脏的位置是黑色的 光之沉吸联王团的众人 所在的位置看去 那一抹黑色 就像是生腾的一团黑色火焰 光明之体 却拥有着一颗黑暗的死亡之心 或许 这就是亡灵天在伊莱克斯真正的写照 和千五层的伊莱克斯雕像比 这尊雕像 隐隐多了几分悲伤的神韵 永恒旋律的金色骷髅眼眶 射出的金光 正好是射到了 这尊伊莱克斯雕像的眼眶之中 顿时 浓烈的金色火焰随着生腾 整个第六层也被完全的点燃 从对外侧开始 一根根住着生腾起浓郁的金色火焰 原本这里 已经被彩儿的死神之力净化的死亡气息 也是陡然变得强盛起来 浓浓的死亡气息中 仿佛是有着万千的冤魂在背后 可就是在这样的声音中 却偏偏有着无与伦比的浓郁的光元素气息 这一刻 永恒之塔第六层的光元素浓堵 甚至已经超越了他们当初在 幽暗沼泽地穴时 见过的日月神窝 只是这光元素虽然庞大 浓郁 但却充满了霸道与猙獰的味道 丝毫没有日月神窝的那份平和 一双双巨珠被点燃 将永恒之塔第六层照得是仙豪必先 浓烈的金色光云也在空中扩散 那光明气息也变得越发强盛 给彩儿他们的感觉 就像是身体浸泡在一个由光元素组成的湖泊之中 加上司马仙 在场一位有五位光明属性的拥有者 可是 他们在如此浓郁的光元素的情况下 却一点也不敢吸收这些元素之力 这些光元素之中 透着的那份死亡气息 令他们都不自觉地产生出了强烈的排斥感 也只有彩儿的脸色正常 身为死神的神卷者 任何死亡与怨灵的气息 只要一接近他的身体 便会自然而然地消散掉 苍老的声音突然从四面八方响起 那是一种来自灵魂的震颤 哪怕是彩儿失去了全部的六感 也一样能够听到这个声音所传达的意思 欢迎来到永恒之塔第六层 能够来到这里 证明你的实力已经足以接受我的传承 登上通天之路的阶梯吧 我在永恒之塔第七层等着你 只要你能来到我面前 那么就是我的弟子 否则就是你我无缘 苍老的声音中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 如果龙好尘还活着 那么他一定会听出 这个声音与当初第一次进入永恒之塔时 所听到的是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就是这个声音中啊 少了几分亲切 却多了几分冷漠 亡灵天灾一来克思的留言 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花音一落 永恒之塔六层尽头的雕像 居然是动了起来 动的是他的右臂 缓慢的移动中 右手中的法杖高举 直向穹顶 下一顺 整个永恒之塔第六层 都变成了一片金色 光之沉系列幕团的众人 视线中 只剩下了这份金色的光彩 耀眼的光芒 令他们不得不闭上了双眼 前一刻 还是液态 感觉的光元素 在这一瞬 竟是变成了固态一般 令他们无法移动分毫 这强烈的金光 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当光芒收敛 众人视线重新恢复时 整个永恒之塔第六层 已经完全地变了样子 周围 是一片漆黑 原本的第六层 已经全无 在众人的身体周围 变成了一片夜空 无数璀璨的星光 在周围闪耀着 此时的他们 虽有脚踏实地的感觉 但如果只是用眼睛去看 那就是悬浮在夜空之中 星斗照耀之下 那种奇异的感觉 令他们也是第一次体验 就在他们面前不远处 一座高达十米的金色大门出现 那大门是双开的 此时却是紧紧地闭合着 在这大门之上 并没有什么华丽的雕琢和装饰 有的只是那份深邃的金色 他们看不到 这大门之后是什么 那拱形的金色大门上 散发的 正是充满死亡气息的光明 一道金光从彩尔头顶处落下 他下意识地 抬起手 将这团金光接住 赫然正是永恒旋律 只不过 此时的永恒旋律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骷髅头 在骷髅头的末端 钻出了一根 银钥匙似的金属条 其一的感觉 在脑海中浮现 他隐隐感觉到 之前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其实都是为了开启 眼前这扇大门做准备 每战胜一名圣尉 不止能够得到 圣尉的认可和帮助 同时 也是为了 永恒旋律注入 属于强者之魂的力量 当十二圣尉 完全被永恒旋律吸收之后 那么 就会在永恒之塔的第六层 点燃属于 亡灵天灾 伊莱克斯沉睡的意识 也会出现 这扇金色的大门 而永恒旋律 便是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 通天之路是什么 才而不知道 但是 它已经是 没有退路了 转过身子 看向神采奕奕的伙伴们 背驰 轻轻地咬着下唇 我一定会复活浩尘的 一定 王远远接过 司马仙手上的龙浩尘 和陈音儿一起 帮彩儿 将龙浩尘 绑在她背上 用锁链绑紧 当彩儿 手持永恒旋律 走向那金色的大门时 众人也不与儿童地紧张起来 甚至 比之前经受考验时 更加地紧张 未曾达到目标之前 他们 一直拼尽全力地 向目标努力着 可是目标就在眼前 就像是 尽相情窃一般 他们心情啊 反而是 更加地紧张 能否复活龙浩尘 也是再次一举 这是 唯一的机会 也是最后的机会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大家努力地来到这里 能否成功 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彩儿的眼神 没有迷惘和忐忑 有的只是 执着与专注 在她心中 也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复活龙浩尘 而且 是 必然要成功地复活 如果龙浩尘 不能复活的话 那么 她只要陪着她 一起到另外一个世界 去建立属于他们的家 在这时候 彩儿 已经顾不上人类的大举 她心中只有龙浩尘 如果最爱的人都死了 她 还活着有什么用呢 她就像是 她的天 当她死的那一刻 她的天 已经是她了 金色大门 充满了威严 与凝重 当彩儿来到她面前时 手中的永恒旋律 顿时就散发出了 灼热的温度 彩儿一抬手 那金色钥匙 已经是飞了出去 直接没住了 金色的光门之中 随后 消失不见 顿时 一圈澎湃 凝湿的金色光晕 从这扇 光门处扩散开来 将周围这满是星斗的夜空 映照的一片金光闪烁 没有一点声音 而那对开的两扇金色大门 也是缓缓地开启 光之沉溪领母团的众人 也都是屏住了呼吸看着 此时此刻 他们的心情 无比紧张 龙好臣能否活下来 成百 再次一举 他们的目光 灼灼地 盯着那缓缓开启的大门 在这后面 究竟会是什么 很快的 他们便看到 通天之路 真的是一条路 准确地说 是一条阶梯 在这星光闪耀的夜空之中 那巨大的金色光门后面 是一条金色的阶梯 一直通往 更高 更深邃的夜空之中 阶梯呈现 45度向斜上方延伸 陡峭的坡度 均匀的台阶高度 还有那浓浓的金光 这就是通天之路 通往永恒之塔 第七层的通天之路 它真的是向更高的天空 满意而去 可是 这条通天之路 却看不到尽头 它似乎是没有尽头 一步一叩首 通天路通天 威严的声音 从金色大门中荡漾而出 也传入了 每一个人的耳中 竟是要 一步一叩首 众人皆惊 也就在这时 彩儿却是义无反顾地 背着龙好尘 走入了光门之中 跪到在 第一级台阶前 败了下去 高傲如他 为了自己的爱人 愿意抛弃那份骄傲 只要能救活龙好尘 彩儿 却认为一切都值得 光之沉袭灵墓团的众人 不知不觉间 已经是聚集到了光门之外 那金色的光门 虽然开启了 但却有着 一股强大的抗拒之力 将他们举之门外 也只有彩儿 和他背上死去的龙好尘 能够进入其中 买过第一次 财儿登上第一节台阶 再一次地跪下 又败了下去 他背上的龙好尘 则是轻轻地晃动着 林心向身边的司马仙 疑惑地问着 这通天之路 会不会有强大的压力 有可能 这应该也是一次考验吧 司马仙说到这里 他突然一惊 喃喃自语 我们已经战胜了 沙尔省位 通过了前六层的考验 这个通天之路 不会是第七层的考验吧 应该不会是 对实力的考验吧 我们之前通过的考验 已经足够艰难了 如果还有更难的考验 还用去接受 伊莱克斯的传承 我看 这最后一关 就算是考验 应该也是其他方面的 不会是针对修为的考验才对 众人在光门之外 纷纷猜测 而真实的情况 也只有身在 其中的采儿才知道 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 通天之路上 并没有任何的压力存在 也不会随着他的前进 而增加压力 但是 就在他一步踏入光门的时候 他自身的内外灵力 便已经是消失了 采儿甚至不知道 这通天之路 蕴含了怎样的神奇 能够令得自身修为 全部的消失无踪 而此时此刻的他 已经不再是轮回圣女 而是一名 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子 顶多就是 身体素质 比同龄人 要好上一些罢了 龙好臣的体重不算轻 修为还在时 采儿背着他 没有任何的感觉 但是现在 他没有了内外灵力的加持 背上的龙好臣 给他沉点点的感觉 一步一扣手 采儿只是攀登了 十几阶台阶 他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汗水 已经开始出现在他额头上 双腿和腰部 已经是有些发酸 采儿明白 如果不按照 伊莱克斯的留言作 那么之前的所有一切 就将是前功尽弃 可是 他就这么背着龙好臣 一步一扣手 在没有灵力的支持下 又能走多远呢 如果换一个人 心中恐怕 也会出现得失之心 甚至在打退堂鼓 可他采儿心中 却只有执着 面前的通天之路 必将是越来越艰难 但是他就不会后退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要么死在这通天之路上 要么带着龙好臣 抵达永恒之塔第七层 在这样的信念作用下 他心中并没有出现半分的情绪 越是艰难的情况 反而越能激发他内心的 那份倔强 一步一扣手 采儿从未回头看过一次 在他眼中 只有向上的阶梯 他的步伐十分稳定 跨出一步跪倒 下拜 起身 再跨出一步 再跪倒 循环往复 当采儿迈上 第十二级台阶的时候 光门外的众人 已经看出了 他此时的艰难 这通天之路 真的有压力吗 否则 以采儿的修为 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速度就开始放慢了呢 可是 如果有压力 他应该用灵力抵抗才对 但采儿的身上 却没有半分的灵力释放出来 众人没有在讨论 议论得不到实情 而采儿 已经在通天之路上 不断地前进 采儿 加油 王媛媛 握紧了拳头 他们现在 只能为采儿祝福 在心中 为他加油 当采儿来到 第三十级台阶的时候 他已经是全身 酸疼得不行 尤其是膝盖 就像是有着 万千根钢针 在扎一般 汗水 已经是浸透了 他的一斤 接连三十次的下摆 已经消耗了 他大半的体力 如果不是背着龙浩尘 这种情况 至少要到200级台阶之后 才有可能出现 甚至会随着他放满速度 而减少影响 可现在 采儿的背上 有着体重超过160斤的龙浩尘 他自身的体重 还不到100斤 在这种超负荷的情况下 他的身体承受负担 实在是太重了 但是 采儿始终是没有挺顿 他身体的痛苦 丝毫没有影响到 他坚毅的心 一步一扣手 缓慢 却坚定地 前行着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你们看 那是什么 眼尖的陈英尔 突然叫着 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晶莹剔透的金色阶梯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两抹淡淡的红色 那红色很淡 如果不仔细看 是发现不了的 又有了 陈英尔 再叫一声 伴随着采儿在登上一级台阶 又有两个淡红色的印记 出现在 更高的一级台阶上 韩宇的双拳 提指胸前钻紧 以他的坚强 声音 也是有些颤抖 采儿的膝盖磨破了 是的 那淡红色的印记 是血 是采儿的血 四十多级台阶下来 背负着 体重超过 一百六十斤的龙浩尘 他的长裙 已经被磨破了 膝盖处 也擦伤 渗出了血迹 留在阶梯之上 这才有了 那些红色的印记 每个人的心 都不由得 为采儿揪紧 他们虽然不知道 采儿在这条 通天之路上 承受着怎样的痛苦 但从他此刻的情况 就能看得出来 这条路 一定很不一般 尽管这通天之路 剥夺了他的一切灵力 但却不能动摇他的意志 从小到大的苦修 他的意志力 本就是远超常人 更何况 他现在 可是为了复活 自己的男人 一步又一步 一步一扣手 两条血痕 开始出现在那 看不到尽头的 通天之路上 血痕有浅到深 当他攀上 第57级台阶的时候 血痕 由两道 变成了三道 那第三道血痕 来自于采儿的额头 陈婴儿已经扑入了 杨文昭的怀中 他不忍其看 痛哭失声 其他人 也都是不自觉地 闭上了双眼 他们的身心 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彩儿真的是太坚强了 但他没有停顿 他似乎是 感受不到疼痛 五十几 六十几 七十几 八十几 他就那么 一步步 艰难 蹒跚地 向上爬着 他的身体 已经开始晃动了 地面上流下的血痕 也开始出现 液态的鲜血 顺着阶梯向下流 可他 依然在向上 依旧在不断地攀爬 冥冥中 似乎是有着 一种无语伦比的力量 在支撑着他 变得越来越脆弱的身体 砰个一声 在第一百 一十二级台阶上 他突然就摔倒了 重重地砸在面前的阶梯上 他的右手 却是狠狠地 抠在阶梯光滑的表面处 脚尖垫在下面的阶梯 不让自己滑下去 鲜血 也是染红他长裙的下摆 顺着脚尖滑落 才那原本角色的俏脸上 也早已布满了血痕 他的身体 因为承受了太多 正在剧烈地颤抖着 没有那双眼睛 目光依旧执着坚定 剧烈地喘息着 他勉强地 又向上挪动了 一级台阶 砰个一下 再次叩拜 但是 这一次 他却没能再爬起来 眼前一黑 直接就陷入了 昏迷之中 赛号 光门之外 看得清清楚楚的众人 不与儿童地 打叫出声 王元元甚至 忍不住地用身体 去撞击光门那层屏障 但却被直接地弹了回来 别说是陈婴儿了 就算是司马仙 林心 韩宇他们这些大老爷们 也看不下去了 那三道血痕 就像这三把利剑 在他们心头上 狠狠地刺着 可是 他们却什么也做不了 进不了那光门 虽然就帮不上彩儿 他们能做的 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那金色阶梯上 鲜红的血痕 通天之路 没有任何的变化 一切依旧 金色的阶梯没有尽头 一个时辰过去了 彩儿的身体 突然是轻轻地动了一下 双致支撑着身体 缓缓地抬起 他醒了 他没有回头去看 只是略微停顿一下 便挣扎着 勉强站起身 向上迈出一步 再次跪拜 这一下 血迹重新出现在 新的一级台阶上 彩儿 陈英尔和王媛媛 早已是泪流满面 他们的声音 已经因为哭泣 而变得沙哑 男人们 一个个早已是红了眼 攥紧的拳头 支撑也已经刺入了掌心中 他们多么希望 能够登上这通天之路 去代替彩儿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苏醒后的彩儿 依旧是那么的坚强 背上背着的龙好尘 现在 对他来说 就像是一座山岳般沉重 但那却是他心中的 全部寄托 生命不息 前进不止 要么死在这通天路上 要么 救活他的男人 在彩儿心中 不断地 重复着这句话 这一次 他足足前进了 二十八级台阶 便再次地摔倒 直接陷入了昏迷之中 可就算如此 他在摔倒的时候 依然是死死地 抠住前面的台阶 不让自己往下滑 盘登 昏迷 再盘登 再昏迷 财儿一次次地摔倒 又一次次地爬起 当他爬上 第二百级台阶的时候 已然是变成了一个血人 而这一时 他已经是 第七次昏迷在 通天之路上 陈英尔 已经是哭得昏了过去 其他人 则是疯狂地 攻击着 那光门的屏障 也未有如此 才能发现 他们此时内心的那份痛苦 与折磨 财儿的膝盖 已经没有了完整的皮肉 森白的骨骼 直接是裸露在外 他那白皙修长的眉腿 此刻也是不自觉地颤抖着 因为失血过多 整个人都呈现出了 病态的苍白 他的生命 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 而通天之路 依旧是看不到尽头 这一次 财儿昏迷的时间是特别地久 整整七个时辰 他终于是再次醒来 财儿 财儿 光之沉袭的众人 在疯狂地轰击着面前的阻隔 他们生死历劫地呐喊着 他们真的看不下去了 他们多想告诉他 不要再继续了 这第六层通往第七层的阶梯 对他们来说 远远超越了之前的考验 可是财儿始终没有回头 他抬起头来 在他的眼通中 能够看到的 只有一片血红之色 勉强地挪动一下身体 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站不起来 七次的昏迷消耗了他全部的体力 他的生命也正在走向终结 也就在这一时 突然前方一亮 一扇巨大的光门出现在十级台阶外 金光闪烁 光门也是徐徐地开启 隐隐透露着后方金色的世界 那是门 财儿原本已经 有些灰白色的眼瞳 在看到那扇大门的一刻 忽然变得明亮起来 他看到了门 那是希望 希望就在眼前 他看到了 光之沉袭列幕团的众人 也同样看到了 他们不自觉地安静下来 看着那扇出现在更高处的光门 痛苦地咬紧牙关 财儿的双腿已然是没了知觉 可是这一刻他的眼神 却变得无比明亮 背着龙好臣 他的双臂拼命地拖拽着 自己和龙好臣的身体向上 挪动一击台阶 额头在台阶上有力地碰撞一下 深深的血痕流在那阶梯之上 这金色的通天之路 甚至因为他流下的鲜血 已经是散发着淡淡的红光 可财儿却不在乎这一切 打门就在眼前 希望就在眼前 他一定要带着龙好臣 走入这扇光门将他复活 不知道为什么 财儿阴阴感觉到 在自己的耳边 似乎是回荡着一个 哽咽的声音 如气如素地哭嚎着 可这些对他来说 已经都不重要了 除了向前 他又怎么顾得上 去思考其他的呢 身体的潜能 被希望二字击方 他就那么借着自己的双臂 一天一天地向上爬 每一级阶梯 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面积 都会被他的血迹所沾染 但这血迹却是越来越淡 他的血要流干了 五 四 三 二 一 终于 光门已经近在咫尺 财儿那坚定而执着的面膨上 也终于是流露出了一次笑容 抬起早已磨破的指尖上 骨骼隐线 颤颤巍巍地 向那光门中抓去 但是 就到这时 令光之沉袭裂魔团的众人 几乎疯狂地一幕出现了 那扇光门 突然是轻微地晃动一下 向上提升了一级台阶 也令财儿这一抓 落在了空处 绝望出现在 光门外的每一个人眼中 阶梯上的大门 竟然是假的 他们在疯狂中 歇斯底里的攻击面前的大门 他们咒骂着 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 依来可思 彩儿还只是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要对她如此残忍 没有彩儿没有绝望 她目光依旧坚定 抓空的手 落在那已经空处的阶梯上 她的身体 再一次地向上挪动着 这是最后的机会 她知道 如果自己再次昏迷 恐怕永远也无法醒过来 那么复活龙好尘 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信念与执着 在刹那间宛如火焰般地燃烧起来 彩儿的双手突然是用尽全力 疯狂地在阶梯上猛地一推 奇迹在这一刻上演了 那已经完全力竭 甚至连生命都要走到尽头的彩儿 就在这一瞬间 居然是凭借着脆弱的双臂 强行推动着自己的身体 带着龙好尘 猛然冲气 做出了一个 近乎于鲤鱼打挺的动作 就是这么一扑 她的右手终于是弹入了 那光门之中 但就是这一下 也是耗尽了她所有的潜能 眼看着手掌伸住光门的一瞬 财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她已经完全地失去了光彩 就在她右手接触到光门的时候 那扇光门骤然是金光大方 光芒笼罩住彩儿和龙好尘的身体 嗖的一声 将它们射入其中 消失不间